大PK 國安基金激戰這個共軍 軍演72個小時 到底壓力測試 怎麼樣來演下去呢 台北股市今天 一路的看在盤下 因為昨天沒股漲 但我們沒反應 因為今天很重要 12點開始 共軍連續72個小時的軍演 市場信心稍微動搖 資金也觀望 遊戲看到在這個 軍演開始了12點之前 大家跟逃命一樣 指數一度大跌超過了200多點 最多跌了232點 跌破了14600點的關卡 但好加載 在軍演的時間開始之後 有一點點利空出鏡的味道 指數向上拉抬 昨天台股拉尾盤 今天也是後半場開始拉抬 會不會是國安基金 進場來互盤呢 台股今天下跌74點 收在14702 還是守住了14700大關 量1954億元 好 今天半導體 真的是古海的明燈 昨天裴洛西來台 會見了台積電創辦人張周謀 也談了很多台美晶片法案 未來合作的動向跟商機 但老師我想問 台北股市今天 這個軍演72小時 第一階段 第一天 壓力測試你覺得有沒有過關 國安基金 扮演了穩住磐式的角色嗎 對 沒錯 我想今天來看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 月線大概在14700點附近 其實 守住院線 對 就是說一開盤之後 然後慢慢跌下來 其實我覺得今天來看的話 其實股價跌的 指數跌的過程當中 當然有些人認為 月線跌過之後它先停損 所以停損賣壓出來之後 你看就灌到 一度大跌200多點的一個水準 不過大家之後慢慢的想一想 其實也發現 兩岸真的要軍事衝突的機率 相對常來講真的很小 所以恢復理性之後 指數慢慢就上 你說國安基金今天有沒有買 其實我個人覺得 國安基金基本上來講 或許大跌的時候會 可是真的收起來的時候 其實國安基金不太會買 就是說大跌 它有可能會進去 撐盤的一個動作 當然是 不過我覺得最主要 當然短線上來講 是兩岸的問題 就是這一部分 當然就跟我所提到的 在制裁的部分來講 你要看制裁會不會再升高 假如不會的話 其實到下禮拜一 因為整個軍演結束完之後 下禮拜應該就 兩岸的問題就會 比較不會去影響盤勢 最重要的還是美股的部分 美股未來走勢 我們來看一下 指數就從之前所提到 大概就是一個鄉型整理 整理完之後 當然看美股 美股其實最近 科技股的表現真的滿強 你像NASDA或北半 其實真的滿強 其實大家有沒有思考過一個問題 台灣的利空很多 難道美國的科技股沒有利空嗎 也是利空很多 在利空很多的狀況之下 其實人家也真的談了一段 你像肺半大概也 指數也反彈了三層部件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 大概指數的部分來講 假如整理完之後 美股還可以維持相對強勢的話 確實整理完之後 再往上來震盪走高的機會 相對上來講是比較大 那萬一假如不巧 剛好軍演結束了 就夏里美股開始跌了 那就 對 那就開壞你知道嗎 台灣就開壞了 真的有時候這個也是需要 比較有一點的運氣 對 沒錯 所以要講這個地方 大家就先觀望 就是說值不比重 不要太高 就是說你大概維持五成以下 我覺得是OK的 好 美國股市為什麼最近走強了 除了科技股公布財報 儘管利空利多雜成 但市場似乎認為 前一陣子的科技股也修正過了 可能還給它一個該有的價值 美國的企業財報主攻 市場指數紅通通 7月的ISM副業指數 由於預期也緩解市場 對經濟衰退的疑慮 包含了星巴克 Moderna Paypal財報很讚 納指費辦 站上半年線 而且季線向上囉 聖陸義連準銀行的總裁布拉德輸 繼續升息 美國也不會衰退 今年可再升息1.5碼 這看起來是滿樂觀的一個看法 就算升息 美國經濟也沒問題 現在半導體股 我怎麼樣來留意呢 因為費辦昨天很強勢 除了台積電之外 因為畢竟它在台灣 有這個政治風險的疑慮 但是美國現在連續重拳 打擊大陸晶片軟硬全境 裴洛西離台後再喊防日 美日韓台 組成了抗中CHIP4全員到期 裴一向前走 美國打算限制EDA軟體輸入 全都進光光 所以軟體硬體都不能去大陸了 拜登下周二要簽署晶片法案 受不住者十年內 不得投資大陸的先進支撐 就是要把大陸的半導體研發 資料全部給斬斷 昨天這張照片 具有歷史意義 就是裴洛西 蔡總統 跟張宗謀夫妻 都來到了這午宴的現場 業者說台積稱裴訪台表態 應是深思熟慮清楚唯與機 唯是哪裡 機是哪裡 機會可能就是美國 老師 我想問一下 當然我們半導體的問題 或是美國經濟問題 先放一篇 我們時間拉近一點來看 現在擔心的會不會是大陸 可能會一連串秋後算帳 或者是制裁的動作 要怎麼樣來應對呢 對 沒錯 我想當然就軍演完之後來講 其實就這一段時間 你必須觀察大陸的部分 會不會把制裁升溫 其實昨天也講過 你比如說農產品食品 或者天然沙 其實那個你看業者也跳出來講 其實那個真的影響性不大 我覺得假如只在這個地方來看的話 其實我覺得兩岸的部分 緊張的關係會慢慢的大幅的趨緩 除非制裁真的往上來進行調高 當然現在來講 明天會不會受到這個影響 當然還是會 因為還是在軍演 其實台灣的投資人本來就這樣 所以還是會怕 你指數沒跌的時候大家不會怕 可是你指數假如像今天盤中 就覺得說是軍演害的 對…大家又想要砍股票 我覺得也沒那麼恐怖 那好 因為每個 你像總統府 行政院 經濟部 等等 其實他們也都有對策 這一部分來講 我想對於大家的信心來講 維護相對上來講也是會有幫助 好 半導體的部分 我們來看半導體的部分來做觀察 其實你可以發現今天比較強勢的 其實還是撐盤的 你比如說像晶圓代工的部分 台積電 雖然尾盤小跌 不過其實盤中也都還不錯 那另外的你想 對 你像聯電的部分 2303的一個聯電的部分 其實今天的股價表現相對 都40塊 對 其實那你像世界先進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5347的世界先進的部分 連續兩天的紅K棒 對 連續兩天的紅K棒 其實我也跟大家講過 其實這一塊成熟製成的部分 就未來的展望來講當然是不好 公司自己都講了 對 可是你要看到 股價先跌了一段之後 其實你像廢半 假如這樣子來看的話 廢半也不應該漲 可是廢半的部分 其實這一波低點 彈上來已經30% 其實全球面臨到 你說台灣比如說成熟製成好了 年電有未來的展望疑慮 難道美國的半導體就沒有嗎 一樣嘛 面臨到問題我覺得都一樣好 那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好 所以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你比如說昨天也跟大家講過 你向世界先進 對 老師你昨天又提出一個觀點 是說 因為他最近在低檔的時候 法售會前很多的融券 想要拼了命的放空他 結果一立空出來之後 發現跌不上去 急忙的回補 但是我想問 昨天在這個籌碼方面 外資是跳進來抄底的 外資在想什麼呢 藍燒也是跟老師想的一樣 就是可能已經股價反應過了 跌無可跌 那看到美國科技股的反彈 覺得台灣的成熟製成 應該短線上面有機會呢 對 沒錯 其實我相信 這一些晶圓代工 就半導體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還是會跟著美國的廢半 你只要美國的廢半 相對上來講真的還滿強的 其實我不相信 這些股票漲不上去 它基本上來講 它就跟著廢半 它就會震盪反彈上去 好 那我們舉例 世界先進去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種股價 從177 跌到真的100塊都不見了 結果放空的人 這個是融券 有沒有 除完全息之後 給你一直放空 一直放空 都空了 你知道嗎 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你縱使你要放空好了 你不要挑這種 已經股價跌了一大段了 然後這種龍頭股來進行放空 我覺得你輸錢的機會很大 你要空你應該是那種 股價在高檔 等一下我再舉例 好 你看一下龍券的部分 昨天是不是龍券出現了 部分的合股 對… 就嘎起來 我覺得這種股票 基本上來講的話 不要說大漲 可是應該說 它震盪走高的機會 其實是有的 因為股價已經 真的跌很多了 已經反映它未來疑慮的部分 只是說 當然它也不容易大漲 你說季線在這個地方好 你會這樣啪 就突破季線 也很難 因為你的掌握 對 沒錯 就是說股價的部分 有時候是反映 未來基本上是沒錯 可是股價有時候會超跌 超跌完之後 短線上利空 鈍化 它就會出現 老師那你覺得世界 它短線上面的壓力 可能會在季線的位置 我覺得你 因為看形態的人 有這麼遠嗎 對 我覺得有可能 就是說看形態的人會覺得 這個地方假如這樣上去 突破頸線對不對 搞不好1比1這樣對稱上 可是因為它上面有季線 而且下彎 下壓 對 往這個地方來進行挑戰 其實是有機會 可是要突破 我覺得難度是非常的一個高好 那捷運之筆的部分 你看中股票既然45.4號 那我們來舉例 你比如說像今天來講 2368的金像店 老師只有想問這問題 今天它盤中打到跌停板 大家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你看今天盤面上面 伺服器網通是強勢族群 它不是做伺服器網通的嗎 為什麼它被打到跌停板 對 好 來 當然沒錯 因為市場傳出來 它第四季的營收會出現 掉兩層 對 掉兩層 對 公司目前是還沒有出產 對 還沒有出產成 可是這是市場的傳言 我跟大家報告 好可怕 對 假如說股價處在低檔 你比如說像世界先進 我要講的就是 在這個地方 它自己公司都說 未來掌控不好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結果隔天股價漲 今天股價又漲 為什麼 因為其實已經跌了一大段 就是它處在相對低了 這些利空大家比較耳熟能響 那好 在2368的金像店 這個就不一樣了 大家 因為大家對於它的期待太高 大家 你今天講第四季比例 這個就是跟之前的載板 是一樣的道理 大家認為伺服器不錯對不對 對啊 所以金像店其實也不錯 其實說真的 它有NB 對 它部分的板子 PCB板它有NB 好 你看一下 股價整理這樣子之後 它基本上來講它會表態 結果你看一下 對 向下表態 結果向下表態 我的意思說 你假如真的要空的股票 你是 我當然不是叫大家去控金像天 我的意思說 你應該是找那種 相對高檔的股票 然後未來 因為過去的APS非常好 可是未來會慢慢開始 有疑慮了 我相信那種股價很容易 就出現短線上中錯的一個走勢 所以要空的 其實我覺得不要去空那種 真的疊很深 低檔了 我覺得基本上不要去做 反而會賠錢 另外想問老師 幾個族群 今天的這個 船產部分的海陸空 又是空運部分 因為這幾天有共軍軍演的關係 昨天航空股這盤中就大跌了 今天有一點點展現抗敵的力道 我們是否可以解讀成說 這個軍演開始之後 反而對於航空而言 就是利空出鏡的味道 另外一個是海運股 他在下班的時候也開始拉抬 那昨天有說 不是 馬士基 講要了調生猜測 但是要了減班護運架 減班護運架 真的能夠幫助貨櫃三雄 再向上表態嗎 航空跟貨運 老師你怎麼觀察 對 沒錯 我們先來看一下 你比如說航空的部分 2610的所謂 華航的部分 大家有沒有發現 股價是不一樣的 你看破底對不對 它是出現破底 然後你看一下 2603的長龍的部分 貨櫃的 你看 股價是上來的 因為我們發現真的不一樣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之前我也跟大家講過 我說其實以目前來講 貨櫃的部分 會優於所謂航空的部分 這個貨櫃或航空 我看法真的非常兩極 對 非常兩極 對 有人覺得航空好 有人覺得貨櫃好 對 那為什麼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為什麼覺得航空好的人 基本上來講 他對於未來的 除了其實貨將 出國玩… 對 貨櫃的部分來講 就是說運輸貨運的部分來講 航空的 貨運的部分 我覺得報價基本上來講 在未來應該會跌 對 因為連貨櫃 都已經不塞了 對 沒錯 可是在載人的部分 客運的部分來講 基本上來講應該會不錯 人數會多 所以大家預期航空的部分 在未來 有可能會有爆發性的成長 就是說就疫後 可是重點來 現在的疫情 其實說真的 也是滿麻煩的 雖然解禁的越來越多 我相信對於客運這一塊之後會好 可是重點 他們那個股價 你比如說 你像2618的長榮行 好 長榮行 對 今天除息 今天除息 我覺得像股價的部分來講 其實最近也跟貨櫃來比較的話 其實是比較弱 比較弱 對 貨櫃是在上 就是彈起來之後在上面 可是他們是在高檔往下 我覺得 那以這樣的情況來看的話 畢竟貨櫃的部分來講 當然未來的前景都有疑慮 這個沒有問題 因為其實大家對於未來景點的 看法都不好 沒有問題 不過我覺得 其實像馬士基等等 這一些來講 再加上進入傳統的旺季 我覺得運價的部分 應該遲早會止跌 開始出現反彈 所以貨櫃升一波橋 有明顯的拉回 我覺得是可以逢低流逸 那它的一個 往上的一個轉折來講 就看運價 好 運價有沒有可能會 就是往下或往上 大家認為說跟經濟復甦 或經濟衰退有關係嗎 那剛才別忘了 美國的英王都講 就算升息不會影響到經濟衰退 不會有這樣的風險 如果說經濟沒有預期 大家想要那麼壞的話 也許貨櫃股後續會運價 可能跌幅不會有大家想要 這麼樣的重 大家可以留意 貨櫃股後續的表現 老師 我們從美國股市的 科技股來觀察 這個超微財報已經公布了 大家沒有太多時間琢磨它 它上半年的獲利非常不錯 但第三季它說 PC展望不好 財測下修部分在PC這一塊 比市場預期的還要多 昨天費半掌 但超微是黯然的憔悴 老師 其實不管是PC或手機主序 你早就提醒大家 它就是展望不佳的對不對 超微把這件事情挑出來講 超微後續的股價 後續走勢你怎麼看 會不會影響到半導體的表現 還是說其實不用 過度放大的擔心 手機出貨的部分 是不是還是大家 稍微的留意 停 看 停 對 沒錯 我想這一些展望的部分來講 其實這個利空都不是現在 只是說 其實大家還是多少還是會擔心 因為你可以看到PC的部分跟NB的部分 確實像Intel超微 他們對於未來的展望 相對而言都是比較謹慎跟保守的 當然假如說以這一塊 其實台灣的很多零組件的部分 當然跟NB PC有關 另外的有品牌的部分 大概就是 你比如說像宏基 華碩 我們看一下2353的一個宏基的部分 2353 對 你看一下 其實骨架來講 其實也都疊一段 2357的華碩的部分來講 其實也是相同的一個情形 股價出安全席 我覺得就是說 畢竟這個來講的話 其實像華碩等等這一些 當然它的本益比很低 熟習的時候 其實配股也滿多 職利率滿高 可是我個人覺得 像這種股票跌幅沒那麼重 相對上來講應該是要避開 以華碩來講 我覺得你倒不如去買一些 跌升的一些零組件的部分 因為股價跌了一大段 其實是對於之前的利空反應的 幅度比較大的股票 在低檔的時候 因為現在大家也知道 現在不太可能是多頭的起漲 就是我的意思 不太可能現在 今年底指數看一萬九 兩萬吧 對不對 先會有一個技術性的反彈 所以我覺得其實 跌升的股票 很多假如真的漲望 不要那麼的差的話 其實都有醞釀 跌升反彈的一個機會 那老師我想問 就超微跟英特爾 對於本季PC是看淡 不過HPC或車用部分 還是未來具有成長引擎的一塊 成長HPC 我們今天來聊一聊 這個ABF載版三雄 ABF載版三雄 最近真的股價非常的弱勢 星星 南電 景碩 這三天幾乎是陸續的破底 那今天盤中破底之後 有見到多方抵抗的力道 為什麼呢 是因為南電有公佈了數字 它七月營收MOM 0.18% YOY是13% 續創單月新高 說ABF載版 今年是可以逐漸成長的 它跟星星的看法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但至少都不是很保守 還算是正向樂觀 老師今天這三檔各國 破底之後向上反彈 有沒有可以來接 還是你覺得先不要 對 沒錯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看3037的一個 星星電子的部分 其實它的線型大概就是這樣 這一天來講的話 就是前一天法縮 大家對於第三季的看法 稍微跟第二季大概持平 結果隔天的股價就跌停 跌停之後當然整個籌碼 它會產生鬆動的現象 並且對於未來景氣的看法 相對上來講 當然也會比較謹慎 所以股價就這樣跌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跌下來的過程當中 跌到這裡開始出現下影線了 對不對 下影線開始有出來了 雖然是破底 就是跌破這個 可是下影線開始慢慢的出來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我個人覺得 當然昨天下午8046的南電 它已經公佈營收 其實還是呈現持續創新高的走勢 我們應該可以這樣預期 你比如說像星星還沒公佈 景碩也還沒公佈期間 會不會再創新高 其實機會相對上來講是比較高 假如沒有創新高 基本上來講 它應該還是維持在相對高檔 你再也講給你 Q3跟Q2差不多 對 差不多 其實因為它的營收來講 所以我覺得 其實就短線上 因為現在的美國的科技股表現 相對上來講真的是比較強 所以我覺得 已經你先拉回來修正了 其實你可以留意 這些股價的買點 因為你比如說像星星 我覺得這一波來講的話 你指標的部分 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大概星星跟景碩 這個時候它的買點 我要看法人動向嗎 對 可是假如你看法人動向 當然大部分人會去看法人 假如有法人 家職 外資跟投信進來買超的話 我相信對股價短線 來推升的力道會更強 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跌到這邊 我們就平價的角度來看 當然我不是說要大漲 不是啦 我覺得你只是一個 跌升性的 大家的一個技術性的反彈 我覺得有機會 你看一下3189的景碩的部分 好 3189 所以星星要先上 景碩的部分也是一樣 也是因為利空就是這一天 前一天星星的法說利空 然後股價跌下來 對 沒錯 所以我覺得 其實星星跟景碩的部分 尤其目前來講 我覺得星星 大家應該是可以留意的 好 ABF載板三雄 其實在這個法說會之後 極疊了一段 但是今年的獲利表現 還是比去年成長很多 從評價面跟本一比的角度 來觀察 也許最近盤世文 可以稍微做買點 賭一個向上跌升反彈的機會 如果損對剛才趙藝老師所講的 個股或族群任何問題或想法的話 都可以參考畫面上面 我們趙麗老師的大頭娃娃 下方的QR Code 跟老師加個朋友掃一下 相關內容 老師在這個盤中盤前 有一些報告或是個股的觀察 都在裡面會跟大家來做分享 大家個股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請教趙藝老師最新的解讀囉 我們趙藝老師最新的解讀